最近感覺風風雨潑潑潑 因為發生三件事 第一個 酸民的攻擊 第二個 令新聞招起訴的事件 第三個 Kim被砍頭 鬼面給我喝的那個究竟是什麼 首先講第一個 酸民的攻擊 講實在這個網友以前就說過 不會覺得他是酸民 他只是一個想法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應該去尊重 接納 我比較習慣成這些人叫分歧者 一群社會底層拍幾個片好像很紅 笨子 還不就是那樣 首先這個分歧者覺得 社會底層的人 看你要用什麼東西去衡量 你是以錢來衡量的話 或許有的人 非常的有的能力 只是他不喜歡流於世俗 所以才選擇 拋掉名利 拋掉一些東西 那如果你是以能力去定義一個人的話 其實也非常的不公平 有的人善於說話 有的人善於研究 本來就沒有一個人是完美 也沒有一個人是一無是處的 錢可以再賺 能力可以訓練 所以 社會底層定義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看人應該要往好那個方向看 因為人往往都喜歡效法好的東西 當你看每個人如果都是看他的優點的話 那你就會有非常多的榜樣 不停的讓自己成長 學習 那螢幕前的你們 一定也都有自己的目標 永遠都不要否定你自己 可能會有一堆臭鮑魚在那邊護航網狗 無腦程度 比男粉不堪 人家說到靈異YouTuber都推他 原來也是這樣而已 你罵說臭鮑魚這三個字 雖然它是大範圍 沒有在單罵一個人 那如果某一天 對象改成一個人的話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受得起這種狀況 可能因為你無心的一句話 就成為了那個 別殺人的殺人犯 所以我覺得我們人要說好話 用鼓勵去代替責罵 到底呢其實在人生中 每一個人遲早都會懂 時間早於晚了 這樣子跟你們舉例 那今天我阿嬤她走過去 抱我的手機 弄倒了 砸到了她自己的腳 我可能會出於擔心跟她說 欸阿嬤小心一點啦 但是怎麼事都是一體兩面 我阿嬤她可能也可以把它解讀成 欸阿嬤你小心點啦 我的手機壞掉怎麼辦 說話的藝術是學不完 就把這個道理套回那些分歧者身上 你就可以明白了 一包換一包 好聖和惡中原包 你不要存僥倖心意 實際味道而已 講真的 每一個人的內心 聖的後面其實都有一個惡 大人才會發現 說電影裡面演出來的東西 原來它不是電影 原來它都是很多人心中 一種黑暗面 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但是我感覺得到 知道沒有辦法排斥它 連最神聖的牧師神父 我的心中也一定會有他們的黑暗面 所以我們只能試著接受 但是要清楚 知道自己現在做的這件事 這個行為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用意識力去克服它 這邊舉一個最常見的例子 社會上很多人會用錢去衡量 一件事情 只是一個人的價值 但這次才出錢 一人一定還有更深的黑暗面 題外話一下 它是我家的狗狗 它叫艾咪 14歲 它在我小五的時候去養它 雜音 有像狗狗跟貓的人要注意一下 如果它去檢查 醫生就說它有 預血性 心臟衰竭 可是它明明 現在它還是可以叫得很健康 如果你們聽到家裡的 如果有發生那種聲音的話 即使大家去檢查一下 至於我自己覺得 我的黑暗面呢 有機會再跟你們聊 如果想要多了解 可以去followIG的生活或什麼 幾乎都分享在那裡 這種道歉數字也能當 門煞會高智商組織裡的低能額 其實智商這個東西 記憶、語言、凍覺、羅等等 一共有八種 門煞 精進只是考邏輯的 就像我們小時候做的IQ 就是考邏輯 每一個人的專長 就都在不一樣的地方 真的沒有代表什麼 高智商或低不低能額 而且你這樣子讓我想了一個笑話 你知道低能額的全名是什麼嗎 低級能力兒童 高能額的 高級能力兒童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就太前期了 其實是 高級智商 專長的一種 對我如果以前差很多 看起來好像吸毒 豆豆左右都有 眼見的黑精神狀態也不好 反正覺得他很怪 我這個留言 其實是我目前看到現在 唯一一個讓我 心情上的聯誼 其他我看到再多 真的完全一點點真的都沒有 我以前皮膚真的很好 去年的時候 跟偉來配合了一整檔 單元叫做2019 本就是固定一半 那時候也錄的差不多 二十幾左右 那時候真的是節目組的廣話 我真的不知道 要用卸妝服這種東西 因為我以前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運動的少女 而且是每一種運動服 我都很喜歡 所以其實我根本不會去 發覺化不化妝 卸不卸妝 這種問題 而我說的聯誼感覺 就像是那個東西 已經是你一力想要治好它 我相信剛剛我進拍的時候 大家應該有看到 保測給你們看一次 嗯 就是 這個東西已經 非常的讓你影響到你的生活 才能把它 冠上另外一個醉 很吸毒 那個聯誼 並不是生氣 就是你竟然是從別人的口中 帶給別人這種感覺 可能就是我真的沒有照顧好我自己 的確是不太會照顧自己的人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二個主題 記者打給我 你實在很沒記輸 你只會看到 一些網路新聞 電視上的新聞 其實這件事 非常多的人 實在不停的揣測 而且我看到其實很多講的話 跟事實都不一樣 扭曲了 不知道他們的印象是從哪裡來的 看到我是覺得 真的還蠻可愛的 認真的 網路真的是 中口縮緊 道理 這個事件呢 我如果想要看 詳細一點 我們去上面的影片看 知道很多人都只是看了新聞標題 或者是聽了其他人講的話 我認為是他認為的娘 因為他們也懶得去看 也沒關係 你就黑K揣車 我是不介意的 就是大家看看笑笑 而外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我們那個時候 和解的條件就是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捐出影片收益 第二個就是拍道歉影片 最後呢 的確真的簽了這張和解書 但是知道要簽一個徹告狀 後面他們就沒有徹告了 然後續院方有院方他們在意的點 所以這件事情 就會繼續的下去 上法院吧 最後關於King被砍了 毀滅 給我喝什麼 這個事件呢 有一次我跟我來拿他們去拍片 我問完爹先說 轉頭看鏡子會出現鬼 正要轉頭的時候 鬼片就衝過去要保護King 因為他說如果他看到鏡子的話 他就會中嫌 然後不小心化到了King的頭 後續我們也去探險 鬼片也給我喝了一罐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幫我施法說 接下來走這次他們路程 我會看到很多的鬼 然後大家很多人在揣測 我跟他們不合 King又跟鬼片吵架 什麼我整個人嚇呆 反正大家就很多人揣測了 感覺也是因為我沒有出來解釋吧 鬼片給我喝下的那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我還想說會不會是什麼 什麼鼠尾草之類的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一個毒師傳說嘛 說鼠尾草可以通往異世界 而且不是有人 使用鼠尾草的話可以置換 然後後續有問鬼片 他說那個時候 化了 去探險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往往去 沒有被嚇傻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我被嚇傻 當下 我會有這些 陸上的反應 一定只是因為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就是說 我不瞭解他們的宗教 不知道這個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被講話 或是這個時候 我可不可以往這邊走 所以我就跟一個 呆子一樣 我就只能 所以我會不想要打擾他們 在旁邊靜靜的觀察我 在腦中思考一切 至於標題的部分 大家現在在吵說 未來哪有寫我標題怎麼樣 我寫未來哪有標題怎麼樣 他寫我那樣我也不在意 那我寫這樣 他們也不在意 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嚴重 那天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喝了探險 回家上傳影片 就是這樣子吧 當然還有很多的花絮 其他的花絮跟幕後 到時候不是要去自殺生理 那 可能就會開直播跟大家聊天 記得可以follow Instagram 的遊戲 我也想跟大家提一下 那如我如脫的進行 因為我們真的加了很多的東西 團隊裡面7個人 全部都是年輕人 全部都是台灣人 很Local 很本土 我有找到另外6個Youtuber 加入在我們遊戲裡面 也會放一些他們的故事 Youtuber幕後的一些觀點畫學 他雖然是遊戲 但是真的是非常的謝實 現實生活 謝年齡發生的事情 台灣會非常的重 我自己是很喜歡 很開心認識大家 那如果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在下面問我 我看到我就會回答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留言非常喜歡 謝謝老師網狗 下一次見 掰掰 再次拍一點 我們晚上一下 możemy拍一ήσ 我們下次拍一張 也要 PuWeek